大家好 我是Tida 今晚替大家介紹一款來自伯庚蒂的紅酒 我們看這一瓶的酒瓶 伯庚蒂紅酒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叫天地人 天就是當年採收的年份 地就是下面這個主要字 Croo de Vujo 這是它的葡萄園名稱 這一塊地 下面是Hoche de Blaine 就是它的人 就是它的釀酒的酒廠跟釀酒師 天地人的因素 在天來說它就是1995年份 這一年是氣候非常優異的年份 所以種出來的葡萄自然能夠釀出比較好的酒 至於這塊地 Croo de Vujo 在法國這個所謂的特級葡萄園 你是不能夠隨便講的 它是官方界定的 這一塊葡萄園成名非常久 而且拿破崙軍隊經過的時候 曾經下令全軍跟他做過醉敬禮 以後法國軍隊每次只要經過這塊葡萄園 都會行醉敬禮 這也是全法國唯一由此殊榮的葡萄園 最後講人 這個酒廠的莊主叫做尼可拉斯彭泰 這瓶酒是他親自試過去精選出來 重新再上市的 大家想一九九五年份的葡萄 躺在瓶子裡面到現在已經將近過了二十年 今天晚上請大家打開之後 在杯子裡面享受這經過二十年時間淬煉的風味 謝謝大家